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衝動派 衝動派與幽默派 到底哪一種比較容易取得女生的方式呢 請看 沒有VCR啦 來 跟我走 喔 等我啦 欸 直接一看 我們從那邊跳過來怎麼變晚上啦 好 那其實都不是重點 那我現在來介紹一個幽默派的方式 有一天你開車時 然後遇到路上有個正妹 然後你咬下車窗 跟她說小姐 請問可以跟她說 對 那請問要怎麼走進你的心裡 喔 辣 齁 給你看什麼叫衝動派的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 看到一個正妹 超爛 直接走在她面前 小姐 我超想跟你交往的啦 齁 這超屌的好不好 齁 我跟你講 用幽默派才是最厲害的 那你舉個例子來聽聽啊 好 然後你當妹 好 你不認識我 好 OK 我從口袋裡拿出手機 問你說小姐你懂手機嗎 喔 怎麼了嗎 你幫我看一下這隻手機畫質 齁 煽動了 我再舉一個衝動派的例子給你聽 好 你現在是當女生 小姐 我一定要現在馬上認識你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我的未來的女朋友 你到底懂不懂我啊 OK 我再講一個 先站好 小姐 欸 怎麼了嗎 你嘴巴上面有東西 有嗎 哪裡 在哪裡 有嗎 沒有啊 在哪裡 你嘴巴上面有鼻子 屌 屌 你屌屌 你就是這個屌屌 OK 你剛剛屌屌 但你不要小看衝動派 好 你瞅他那邊 喔~~~ 我的鼠音 來來來來來 你剛剛根本是嚇了嘛 這樣才會引起你的注意啊 是你逼我開大學了 我讓你看看什麼叫真正的幽默 好啊 你是小姐 跟你玩一個反應的遊戲 好 當我數1、2的時候你就把手舉起來 這樣嗎? 對 然後會抓住你的手 當我數到第三輪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點頭 對 一直點頭 好 現在來開始測試 好 1 2 1 2 第三次喔 1 2 小姐 願意跟我交往嗎 欸 這個騙 騙 騙子 這根本就詐欺啊 那你覺得我們男生追求女生 是要幽默還是衝動 幽默 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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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我們剛錄過的那個 真的喔 對啊 欸 對了 謝謝 可以走囉 掰掰 他真的走了 欸幹 他做冰室欸 太可惜了 啊 我也要做 好 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以上 那些招式無法在現實生活上使用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會累中 如果要追求女生的話 還是要拿出 一顆真誠的雞心 什麼雞心啦 這樣唸比較順啦 那還是要請各位觀眾多多支持我們 再不凡就等死 Yeah 那還是要請各位觀眾多多支持我們 再不凡 不好意思 再不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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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3 2 那還是要請各位觀眾多多支持我們 再不凡凡就吃雞心 不是 就不要說雞心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說雞心啊 你兇氣喔 再不凡凡就等死啊 掰掰